她是泱泱一国的公主 此刻却像奴隶般被人绑在床上 眼前的猥琐壮汉探出狗头 贪婪地呼吸着公主身上的方向 下一秒 公主强忍着剧痛 生生掰折了大拇指 将手从镣铐里拔了出来 抡起沉重的镣铐 砸向迎面而来的大汉 直接将对方一口捞鞋打出 随后又拔出发增 像钉子一样钉入大汉的脑门 一个漂亮的燕子转身 大汉撞向石柱惨遭反杀 同伴见状心头一惊 心中的轻视荡然无存 面对认真起来的大汉 公主节节败退 几番角逐被对方打倒在地 关键时刻 贴见一旁的发簪 略战优势的公主乘胜追击 将对方逼到了窗户口 壮汉不以为然忍不住嘲笑 女人就是女人 这几下不痛不痒 话音还没落地 公主纵身一跃 解决掉两名大汉 公主从其中一人身上搜出钥匙 总算解开了沉重的镣铐 来到窗前往下望去 城中已经乱成一团 国王一家跪在中央 俨然已经成为将军的阶下囚 而这场悲剧的源头 都是因为几天前的一场婚礼 国王没有子嗣 想把公主嫁给将军 让将军做自己的合法接班人 没想到婚礼当天 公主突然临场反悔 众目魁魁之下放了将军的鸽子 搞得将军很没有面子 一气之下发动政变 看着高塔下的父母被带走 公主内心涌现出一丝悔疑 从小到大 她没有一件事让父母满意 母亲让她学习贵族利益 她却只喜欢武枪弄宝 跟古其家堪称百年一遇 被一位来自东方的大师收为徒弟 成年以后 父亲让她嫁给将军 从此身居规格做个慈母良器 公主一心要强 只想做西方的花木兰 被父亲好一顿训斥 父女两人不欢而散 这才酿成了今天的祸患 就在公主无比自责时 门外突然传来脚步声 一个牛头勇士闯进来 这件说有力的肌肉 如铁塔一般的身躯 公主吓得躲在浴缸中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面对这个牛头勇士 公主能否从她的手中逃脱 她是王国的掌上明珠 此时却被迫躲在浴缸中 不经意间的一个小气泡 似乎引起了牛头怪的警觉 好在对方的牛头面具太大 挡住了下方的视线 等到牛头怪离开 公主急忙从浴缸里出来 扯掉爱手爱脚的婚纱 准备出去寻找被叛军挟持的父母 没想到刚一出门 就被牛头怪打个正招 现场表演了正宗的举高高 不过牛头怪绝想不到 眼前的公主是百年难得一遇的恋恶奇才 轻轻松松摆脱束缚 在这狭小的走廊中 来自东方的四两拨千斤 对战西方的以利祥识会 最终公主以技巧完成反杀 拿下本场第一滴血 借助从小住在这里的优势 公主找了一间仓库休息 调整了自己的战斗服装 准备应对接下来的恶战 屁股还没坐热 门外再次传来脚步声 两个莽夫旁若无人地冲进来 公主看着时机率先解决一人 截下自己的腰带 围绕着莽夫二号来回穿梭 天若惊红婉若游龙 完美诠释东方武学的优雅 莽夫二号已经彻底傻眼 叹服于东方武学的深奥 甘心成为公主本场的第三滴血 迫不及待地赶去投胎 去东方寻找一个叫龙哥的男人学习 而这边解决掉莽夫二人组的公主 利用城堡中的密道 神不知鬼不觉地前回归房 拿回了师父的师父 成对自己的阁路道 这把刀可是大有来头 而且这个师父的师父就不是凡人 据说是萧十一郎的后人 跳阳过海来到一国发扬武学 拿到神器后 公主穿梭密道准备大杀四方 半路隔着墙缝 听到了一丝熟悉的声音 透过缝隙一看 一对狗男女竟然在偷情 虽然说和将军没有成为夫妻 但杀尽天下复兴狗 是每一位正值公主的必备使命 公主将刀透过缝隙伸出 眼瞅着将军就要一命呜呼 突然被手下人打断 想必是将军命不该绝 公主也只好暂时放弃 当务之急还是先找到父母 不过此时的公主还不知道 之前跌下悬崖的壮汉遗体 竟然被将军的手下发现 大量士兵涌入城堡搜索 这一次公主是否还能顺利逃脱 女孩小心翼翼爬出密道 突然一把剧剑落下 抬头一看 眼前这个骑士雕像竟然是活的 公主急忙抽身躲闪 手中割路刀更是频频触击 奈何骑士盔甲护身 根本无法伤其分毫 千军一发之际 公主灵机一动 将没有撒在骑士的身上 抛出蜡烛 刹那间骑士葬身火海 而此时 将军的手下已经杀进城堡 公主摘下项链 磕磕珍珠滚落在楼梯上 借助这个机会 公主暂时摆脱追兵 悄悄进入城堡的下水道 沿着下水道来到地下监狱 父母正被关在这里 三名守卫争自顾自地玩着 眼前公主一个弱女子过来 压根没有放在心上 不过下一秒三人就说不出话 国王都看傻了 没想到女儿竟然如此彪悍 可惜 接于外面还有重兵八手 一个照面公主就被打晕 再次醒来时 一家人又成了将军的接下丘 这一次将军彻底暴走 下令将公主扔下悬崖 准备迎娶年仅八岁的小公主为妻 将所有人齐聚教堂 却突然发现 小公主竟然神秘失踪 立刻派手下在城堡四处寻找 而跌下悬崖的公主 在深海中觉醒舞者的斗志 利用玻璃碎片割断绳索 摆脱束缚又偷偷前回城堡 刚进城堡 差点撞进斧头怪的怀里 眼看又是一场恶战 一旁雕像突然倒下将斧头怪砸死 竟然是小公主和师父 师徒二人来到密室 雕旋武器与战袍 是与将军决一死战 为了保险起见 小公主留在密室 哪里想得到 师徒二人前脚刚走 小公主竟然偷偷溜进教堂 想把自己的父母救出来 结果被将军抓个正正 而这边的公主与师父 一个近战一个远战 一路是如破竹 不知不觉就杀到教堂门口 将军健壮 还说得力干将长鞭女为杀 有道是一寸长一寸强 长鞭女挥动着皮鞭 阵阵破空之音传来 公主一时间竟然没有对策 只能一边应对 一边寻找长鞭女的破绽 终于公府不负有心人 公主抓住时机与长鞭女进战 遗憾的是 当公主干掉长鞭女时 师父也被将军刺伤 将军捡起地上的王冠 得意地戴在头上 看着本该属于父亲的王位 竟然落在这个小人之手 一股滔天怒火冲天而起 可惜连番激战公主 早已疲惫不堪 面对将军毫无还手之力 几个回合下来 就被将军打得跪在地上 当着无数皇室贵族的面 将军极度得意地炫耀着 而公主却在这一刻蹲伍 殿下武功无坚不摧 唯快不破 下一秒 将军当场被斩首 公主立万狂澜就设计于危难 上阴天意下顺明星 自然而然成为新的国王 也是整个王国唯一的女国王 作为今年刚上映的RG动作片 抛开剧情不谈 整部电影的打斗场面 堪称是一场视觉享受 动作潇洒飘逸 毫不脱泥带水 想起国内某些流量明星 在一些古装剧中的表现 实在是让人有些汗颜 作为本剧女儿的吴清云 曾与发歌在卧虎藏龙中同空 堪称是一代人的心中女神 十几年过去 女神依旧是女神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